好 好 大家好 我是GTV News的編輯 玉瑄 然後我現在在OCF底下工作 因為GTV News是OCF底下一個專案 那GTV News基本上來講就是 就是一個全世界第一個中英文雙語 然後專門報導公民科技的媒體 那我們主要有三個領域 第一個就是公民科技 應該說就是當初雙語GTV News 就是因為全世界有越來越多的 這個不同的公民科技社群 那GTV News是亞洲最大的 另外在美洲是一個叫做Core for America的 那個公民科技社群 那在歐洲叫做Open Knowledge 那我們的任務就是有三個 第一個就是報導全球公民科技社群在幹嘛 那這個是其實雙向的 就是把中文 把台灣在做什麼 告訴全世界 然後把全世界做什麼告訴台灣 這樣大家可以互相參照 發現彼此有什麼可以互相學習的地方 那第二個呢是 那第二個是開放政府 那很多公民科技其實跟開放政府的案件 案子有關係 好 那有一個東西叫做OGP 就是全球開放政府大會 我們有時候 他們每年都會有開國際會議 那我們也會派人去採訪 那開放政府一樣也是雙向的 就是台灣做什麼開放政府的案例 我們會報導出來 那全世界有什麼案例 我們也會寫出來 告訴台灣的讀者 那第三個是 其實是最近才 今年開始的行政 就是假新聞越來越嚴重 那我們也開始就是講 探討一些假新聞相關的問題 那特別是在東南亞這一塊 我們之前有做一個報導 就是關於東南亞假新聞的情況 大家有興趣可以上去 上去我們網站閱讀 那我們總共目前有三個平台 第一個是media 我們所有文章都會放在media上面 第二個是facebook facebook是中文的 最後一個是推特 那推特是英文的 那最後我們最近開始推出的電子包 歡迎大家訂閱 這個目前是中文版的 如果想要訂閱英文 If you want to subscribe to our English newsletter You can go on to our website And we have an English newsletter This one is Chinese 那最後我們目前正在尋找記者跟作者 那並沒有這麼誇張 這是戰地記者 那如果你對很多公民科技的案例 有非常大的興趣 然後也希望啟發其他人 那你對自己的文字能力有信心 想要歡迎來找我 謝謝